古希腊文明中的许多观念、价值和习俗 延续到了现代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节日庆祝、家庭观念 还是教育、艺术、体育等领域 古希腊人的智慧和传统 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古希腊文明不仅为西方提供了文化遗产 更塑造了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1.奥林体克运动会 古希腊奥林体克运动会始于公元前776年 是希腊人向众斯致敬的体育赛事 运动员们全裸比赛 以展示身体的力量和荣耀 1896年 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复兴 每四年一届 尽管项目和形式有所变化 但奥运精神、开闭目视和奥林体克圣火的传递 都延续了古希腊奥林体克的传统 2.民主与公民参与雅典的直接民主制度 是西方民主的喜悦 成年男性公民有权参与公民大会 投票表决重要事务 雅典还设有陪审团制度 今天的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 投票选举和公民参与等理念 都源自雅典民主思想 公民投票选举制度 以及法治观念 都是对古希腊民主的传承 3.修辞与公共演讲 古希腊人非常重视演讲和修辞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 都强调逻辑和辩论的技巧 修辞成为教育的重要部分 现代西方教育、政治和法律中 对演讲和辩论的重视 源自古希腊、政治家和律师的演讲技巧 大学的辩论赛等 都是对古希腊修辞学的延续 4.剧院与戏剧 古希腊的戏剧艺术发达 悲剧和喜剧是主要的戏剧形式 希腊的剧院在露天场所搭建 是公众娱乐和教育的中心 现代戏剧、电影和戏剧节 都延续了古希腊的剧场文化 许多戏剧作品的结构 主题甚至舞台部队 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古希腊戏剧传统 5.希腊神话在日常用语和文化中的议论 古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学和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 许多成语和典故直接源于神话故事 例如阿卡留斯之种代表致命弱点 潘多拉的盒子象征打开灾难的源头 这些神话典故广泛应用于日常语言、文学和电影中 象征性地表达复杂的情感和观念 6.科学与理性思维 古希腊人强调理性思维发明了逻辑学和科学方法 推动了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发展 西方的科学探索和逻辑思维方式 继承了古希腊的科学精神 理性思考、实验方法、逻辑推理等理念 在西方科学和教育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7.文学教育 古希腊人重视文学教育 伊利亚特和奥德塞被视为经典 希腊悲剧是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工具 现代西方教育系统仍将古希腊文学列为经典闭读书目 许多学校教授希腊史诗和戏剧 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观念 古希腊文学对西方写作和语言也有深远影响 8.法律体系和法治观念 尽管古希腊没有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 但他们非常重视法律和法治的原则 雅典设有陪审制度 公民在法庭上可以为自己辩护 西方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古希腊的法治观念 强调公民权利和平等司法 现代陪审团制度公开审判和辩护权的理念 都深受古希腊的影响 酒、节日和庆典的影响 古希腊的迪俄尼索斯节 不仅是为了庆祝葡萄酒和丰收 还包含了戏剧表演、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 让大众在狂欢中感受神性的力量 西方许多节日的庆祝方式延续了这种精神 比如新年、狂欢节、音乐节和啤酒节 这些活动通常包含大型游行、面具和盛装打扮、饮酒狂欢等 和古希腊人祭祀迪俄尼索斯的节庆活动非常相似 现代节日中狂欢、释放压力和分享欢乐的理念 深受古希腊庆典文化的影响 十、葬礼和哀悼习俗 古希腊人非常重视葬礼 他们在葬礼上会使用各种仪式来表达对死者的尊重 比如穿戴黑衣、点燃香火、银送哀歌等 现代西方的葬礼上依然会穿黑色的服装 表示哀悼并常用花环、蜡烛等象征性物品纪念死者 很多葬礼还会邀请新友为死者致辞 这种仪式的形式和象征意义都受到古希腊习俗的启发 十一、美学和审美标准 古希腊人崇尚人体的美感和理想的比例 他们的雕塑艺术和美学思想强调 何喜、何喜可好 希腊人推崇对称的面容、健康的体魄和均衡的身体体力 现代西方的审美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希腊的影响 健身和美体产业推崇的健康体魄、黄金比例等概念 都继承了古希腊对人体美的崇拜 美学领域对对称性和和谐感的追求也是希腊美学的延续 十二、星座和占星学 古希腊人将天空分为十二个星座 并将它们与神话人物和动物联系在一起 占星术在古希腊十分流行 十二星座在西方依然广受欢迎 人们会依据出生日期来分析性格和命运 这种观念在媒体、社交网络和日常生活中都随处可见 星座、占星术和与之相关的符号文化 继续研习了古希腊的传统 十三、理性思维与怀疑精神 苏格拉底提出无知之之倡导质疑和反思 亚历士多德的逻辑体系成为科学方法的基础 现代西方社会中广泛的科学精神、理性思维、批判性思考 都是古希腊哲学和逻辑学的延续 对事物的质疑、批判性分析的习惯 在科学、学术和日常生活中都有体现